半场有棉阵 城市这边搬掉了机械前锋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球者这边的话是拿一套偏稳的阵容 城市这边再搬了一个昆虫学者 这套阵容拿出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城市保平能保得下来 然后看情况真正的 因为这套阵容首先就是能抓的点比较多 哪怕是祭司呢 虽然说祭司这个点不太会想去抓 但是如果是真的前期点位差了 对吧 撞到别第一个点装傭兵 第二个点抓祭司 撞祭司他可能也会抓一抓带个闪现 如果说抓囚徒加先知的话 其实这把比上一把 球者还要难去争一个迎面 因为你正面就没有一个 可以担当重任去保队友的这样一个角色 只有侧面祭司辅助洞 那么这把球者只赢一手什么呢 只赢一手祭司对吧 贯穿全场然后连动保队友牵制 先知或者囚徒能牵制 特别囚徒这个点能牵制的时间久一点 至少牵制了三台机才有可能通过后面的两拨救人把时间拖够去打一个私人开门战 我们来主要看一下 我觉得如果上来真的是抓一个先知这种 这把球者够呛 因为他们现在是落后的 所以应该是想要去争个胜的 上一把前锋那个点 打得这么勇 就是要去争胜的 这把的话 橙子是带了晚留 然后配传送 拘禁狂 八卦天赋带晚留 那就是前期消耗 然后传送找先知了 传送找先知 陈仔的囚徒在墓地 雕像夹了一下 不会战术破碎火吧 这个雕像确实夹的还蛮不错的 往里面一看 看见这个蓝圈圈应该知道囚徒了 那就没来找囚徒 也行吗 反正 陈仔这个雕刻夹的熟练度很高 两下雕像其实夹的都很漂亮 找到囚徒 这个点的话 我觉得这把 其实求人者 你想要保瓶是蛮好保的 因为囚徒在这个点倒 刚刚讲到 就在这个点倒的话 其实刚儿的不知道外面的机 这边讲到 这把唯一的一个求人者迎面 就是祭司的洞贯穿全场 看看有没有可能性 他要打大洞吗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打大洞 因为现在的机子太少了 对吧 那囚徒他这边穿大洞 不是给你白打一刀的机会吗 你穿大洞 你打一刀传送过来 这囚徒也得倒的 但你这样过去打这个大洞的话 这个距离就拉开了 这波橙子打大洞 有点伤 然后再传送过来 因为所有点的一个人 已经排清楚了 所以独洞这边一定是个先知 但你重新再来追击倒节奏 就有点晚了 而且祭司这边还有辅助洞 那这把看柚子的 这辅助洞没进去 被这个雕像给弹开了 追一刀 还行 这刀打上还不错 但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局先知应该是 我觉得先知不能倒中场 先知的话最好是往墓地里面走 但身为上面来讲的话 不允许他往墓地里面走了 身为上面来讲 不允许他往墓地里面走了 这边雕像再一封推夹 这里一刀抽这个板子的刀 然后这刀是打中的吗 这刀好像是打中的 等会儿 这个是雕像打中的吧 我突然 因为我看到存在感有点多 我一时半会儿脑子有点当机了 这刀到底 这刀应该是雕像夹中的吧 因为当时他这边走位上面来 吓唬吓唬你 然后骗你往后走 然后雕像一下夹倒 差一个雕像的存在感到二阶 然后外面的密码机非常的散乱 非常的散乱 祭司从后面打斗嘛 但是祭司被通缉的 救下来 陈瑞这边这真的很稳啊 哇陈瑞 什么乱七八糟 祭司跟我没关系 我这把只想把这个人挂死 挂死以后再留一个宝瓶 然后后续对吧 你们再来救 那我这边有机会了 拥兵这个状态对吧 一个雕像一刀 能打双岛的 你过来救密码机不够 我这把就三抓 是打中的是吧 观众因为我当时突然脑子断 短路了 我感觉这个刀 它中间停了一段 好像是插刀 不清楚啊 这确实这个有点没想通 有传送 这边投分场 先来干尔祭司 吓唬吓唬你 拖拖你 外面的机子差别有点多的 差了就有点多的 这个机子散乱的有点多 就是前期因为第一波追击嘛 全是这边是各种想要去把时间脱够 所以说会干尔到全场的一个修机节奏 卖不行 这个博命得用出来啊 这个博命得用出来 佣兵这波卖了 船子那边传送了 传送 如果能找到这囚徒 这把 船子感觉赢了呀 先交 先交雕像 来打佣兵 能打就打 打不了的话 待会儿 反正这边就是往 他这边守这个墓地的机子 守墓地的机子的话 相对来说会给久者更多保平机会点 当然如果橙子本身就是想保平真胜的话也行 他把佣兵的道具消耗完嘛 消耗完以后再来看情况 他这边是这样想的 就是守墓地这台机 然后加上亲爱祭司这台 我过去先把线圈踩了 慢慢的消耗你们 然后开门战你们全白板 也行 也行 可以 球稳的来打是可以的 对于橙子来讲 确实稳着来打 会更好 傭兵现在是个白板 手上面是四个雕像 再一波雕像吗 推到了 推到直接传会不会好一点 这时候如果传送过 没事没事 传送过去呢 那是真一个三抓四抓的 我守着对吧 保平真三也可以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我这边手上面留着雕像 然后这前锋 这傭兵是一个白板 对吧 待会我开门战的时候就追他 你这边得一个人压击 一个人过来救人吧 诚实是真斗 吻是真的吻 这边找到祭司了 找到祭司 上面四个雕像 先打 漂亮 哇 这雕像伤害 这雕像伤害 那应该大概率 是要等出这个洞 然后打洞过来了 但你等洞的同时 城市这边在续雕像 这波伤害打完 城市这边 对吧 你过来 我把你给打了 然后密码机点亮 他最好把这个洞给打了 哎呀 这个洞没打的话 这边两个人穿洞了 穿洞 把这洞打掉 这刀的话 也不是说 城市想打什么 就打什么的 对吧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刀是穿过来以后 祭司迎头往上去 撞这个刀的 他撞到了这一刀 撞到这一刀以后 这样一个插刀时间 刚好 密码机点亮以后 捞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人 一起穿洞走了 这边雕像一捕 城市 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插刀 直接传送 这边过来看 没人 没人 没人的话应该平了 也行吧 这个平局对于城市来说 他本身就是想保平真胜的 稳扎稳打的 这样的话 就交给队友了 队友能保平 当然也行 队友如果能真胜 那么2比0带走更好 但确实这把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把城市 最大的一个机会点 他没有去抓 不代表 对吧 他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大机会点 他只是想稳扎来打 最大机会点 就是当时把傭兵给秒了 用雕像把傭兵打完以后 直接传送过去 把这囚徒给抓了 那这把真的赢了 那穷者这边的 要补状态 对吧 这傭兵又是个白板 待会来救人 祭司得压击 一系列的打 对吧 是很难去盘活一个 三人开门战的 好的 我们稍微休想看双方的下半场